尼古拉和他的小伙伴一定会被炸成肉泥 闪转腾挪间 他们已经躲过了三枚类似的炮弹 让他们屡屡逃脱的自然不是运气 而是因为尼古拉是一位经验老道的老司机 作为最优秀的坦克手 他驾驶着一辆快要报废的汽车 竟然从德军最先进的坦克的追击下逃了出去 三年后的德国战俘营 当德国军官呵斥战俘 让他们全体趴下时 只有一个人站的名字 是尼古拉 在之前和德国坦克兵的一场战斗中 他不幸成了战俘 一旁的女翻译焦急地劝说尼古拉 让他不要和长官对着干 但他是个硬骨头 硬死不一头 军官要一枪崩了这个不听话的旋律 瞄准开枪 但是忘了装子弹 要不是德国军队 起动一向培养坦克新兵的计划 尼古拉肯定会被活活打死 德国军官的眼里 这位俄国最优秀的坦克手 肯定能成为训练场上最优秀的活靶子 尼古拉如果不愿意 德国军官就为开枪打死面前的这位女翻译 为了不让自己的同胞白白送死 他只好勉强答应 这是德军刚从前线缴获的苏联最新款T34坦克 口径大威力强 尼古拉和同样背负的战友们 将会看着他和德军在训练场队里 德国军官命令他们先清理坦克里面的尸体 并给了他们一周的维修时间 一周以后 他们将面对德国坦克兵的实弹攻击 想要活着 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坦克修好 眼神有了光亮 他看到了希望 他们把炮弹固在了尸体里 然后抬了出来 女翻译官看着死去的同胞 也脱帽以示哀倒 他不知道的是 这五具尸体里面总共藏着六枚炮弹 尸体被埋到了离训练场不远的地方 从这一刻开始 一个惊人的计划已经开始在尼古拉的心中酝酿了 没错 他想借助训练坦克逃离德国军营 当他把这个计划告诉战友时 战友以为他疯掉了 谁都知道凭借一辆坦克突围 简直比登天还难 但是不逃的话 不就是在这里活活被折磨死吗 哪怕千人之一的希望 也要轰轰烈烈大干一场 当德国军官部署训练计划的时候 尼古拉满不在乎 一边假装听 一边和女翻译暗速修波 直到把对方看得面红心跳 才稍微收敛了一下 尼古拉知道翻译已是自己人 和德国军官碰杯时 大胆地骂了一句 女翻译果然不不厚望 把辱骂的话 巧妙地改成了一句马屁 其实女翻译一直在留意着 尼古拉这个非凡的男人 他甚至已经猜出了尼古拉的计划 当他听到训练场周围 全埋了地雷的消息时 第一时间告诉了尼古拉 让他早做打算 希望也能搭个顺风车 带着自己逃出去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他还冒着危险 偷了德军营地周边的地图 演习开始前 他们偷偷地把炮弹放进了坦克里 号令官的一声枪响 拉开了尼古拉和他的战友们 逃跑的序幕 塔台上的长官们拿着望远镜观摩 却始终没有发现尼古拉这个火把子 还连连夸赞对方隐藏的好 能极大起到练兵效果 直到他们发现一枚飞来的炮弹 他们就这么大摇大摆地 从大门冲了出去 简直是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车党撞车 另一边 女翻译已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 交组的等待 她不知道那个男人能否突出重围 旁边的老太婆 还对她这个敌国来客 指指点点 糟话连篇 实在是恶心透了 刚看到了远处急速驶来的坦克时 她笑了 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 把坦克开进了城镇 进行补剂 市民都以为敌国的坦克打了进来 见了都抱头鼠窜 昨天还是任人欺属的下贱俘虏 转眼间就成了万人敬畏的人上人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喝什么喝什么 简直爽死了 吃饱喝足 继续开拔 另一边 德国部队想尽一切办法 对他们进行围局堵截 直升一再天上追 就狭路相逢了 真正的决斗开始前 尼古拉让女藩一徒步前进 去往他们指定的安全地点等待 她和战友们不舍得丢弃坦克 致死要和对方拼到底 尼古拉打算带着战友们再次突围 德国军官早就在他们的必经之地沿着一带 准备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尼古拉靠着优秀坦克兵的灵敏嗅觉 也早就知道此地必有埋伏 刚躲过了第一发炮炭 又发现左边还有两样坦克 再瞄着自己 对方的装甲太厚打不穿 又不能浪费所剩不多的炮弹 怎么办 就给她来一个黑豹掏心吧 打一炮换一个地方 撞穿一堵墙 正好和对方的坦克屁股 来了一次亲密接吻 这是死亡之吻 赶紧调转炮塔 谁的速度快 谁就是王者 但有的时候事情越是急迫 就越要吻 要打就打对方的死穴 卖上这么一秒 瞄准对方最薄弱的窝蛋区 让他尝尝魂飞魄散的滋味吧 当陆续干掉其他的坦克后 仅剩一辆坦克的德国军官要进行决斗 五分钟的准备 两辆坦克同时开上了桥 尼古拉他们还成最后一发炮弹 只有靠近对方才能得到机会 对方的炮弹多 想射就射 从头到脚 想虐哪儿就虐哪儿 当这辆可怜的T-34 被蹂躏到体无完肤的时候 他终于发脾气了 一枚愤怒的蛋蛋 嗖的一下飞了出去 直插敌方的观察孔 远方安宁的小镇 与翻译这一觉睡得很香甜 醒来后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他看到几个疲惫的男人 一拳一拐的走来 他想都没想 就愉快的飞飞了过去